辽宁舰开到了日本家门口,琉球问题是时候好好聊聊了 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航母辽宁舰穿越第一岛链,出现在冲绳县宇纳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甚至一度驶进日本领海边缘 日本防卫省对此紧张不已,忙着分析中国航母进入琉球群岛这个战略意图 这已经是近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又一次敲打 8月26号,解放军派出一架Y9电子侦察机进入日本领空大概两分钟 当时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方面还试图掩饰说这是中国方面误入日本领空 而这次咱们这航母编队直接就到你琉球群岛了 那这释放什么信号呢? 首先啊,中国传递了两大明确的信号 第一,就是琉球问题,我们要摊开了,揉碎了,跟你聊 琉球也就是现在冲绳,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沉浮于中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 直到清政府的时候,才被日本趁机攫取 近代,日本凭借武力吞并了琉球王国 但是二战之后,四大国,也就是中美苏英,在亚尔塔会议上明确规定 日本的领土并不包括琉球,也就是说,日本对琉球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 如今,琉球由日本托管,不过就是因为美国私下授予的权利 目的是被他在东亚建立军事基地 如果按照亚尔塔协议,日本根本就没资格管辖琉球 而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是有权力监督日本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 事实上,琉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日本的战略咽喉所在 如果琉球重新由中国托管,那无异于卡住了日本的命脉 日本也不得不乖乖的向中国靠拢 而此时辽宁舰的到来,正是提醒日本,琉球问题并非历史旧账 而是现实中的一把玄剑 第二把信号就是,中国在警告美日赶乱来 解放军随时谅界,琉球离日本本土不远 而这又是美国在日本的大部分军事基地所在 只要中国在这里进行军事部署 美日的远洋军事投射能力 必将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 美日未来的干预将变得更加困难 此前解放军举行了联合力舰的军演 从东南西北多个方向包围台岛 其中北部和东部的演习正是为了遏制美日的干预 如今,中国再次展现了军事实力 意再告诉美日,如果你们还敢造次 那我们解放军必须给你当头棒喝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已经开始紧急储备大米 美国则忙着拉拢盟友派航母、军舰前往日本 试图为日本撞胆 然而,正是这种外部支持给了日本蠢蠢欲动的底气 若日本趁机想要挑起什么战争 那中国周边的军事必将陷入混乱 为了防止日本再度复燃军国主义 中国必须要提早布局 解放军此次演练穿越第一岛链 显然是在为远洋作战能力提升做准备 一旦战争爆发,中国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总而言之,中国对日本的警惕从未松懈 以中国如今的实力,日本虽然不敢贸然行动 但仗着美国的撑腰不排除他有铤而走险的可能 豺狼来了有列强 中国必须时刻准备好 防止日本这个恶狼扑上来